全都被回收 此一支公司打开每一箱 仔细检查每一件 因为这个太明显 这个折衡 你看这颜色差很多 对不对 这就算不良品 喷嚼的时候不小心弄到 这也是算不良品 折衡的地方会有黄色的线 黄色的斑点 这都是不良品 当作是不良品 我不能对不起自己的良心 是用心来做检查 这比陈衣工厂的品管还严格 如果这件衣服 你看都没有瑕疵 你会买 它就是OK的 整理过后的衣物 再次打包也不马虎 分男女 分尺寸 还要分季节 黄色标代表的是夏季 那我们都有编号 还有数量 以及它的重量 还有种类 它是上衣呢 还是外套 还是裤子 所以我们这次分得 非常的仔细 将近15台卡车 700多箱的衣物 桃园慈祭人 每天动员40多位志工 要利用四个星期的时间 有系统的整理分类 让出货能够更快速 及时帮助需要的人 大约新闻 珍珊美志工张美志 吕阿波 谢信芳 桃园报导 同样抱持珍惜 雾命的心态